人员及工具准备 汉工两名 电工一名 汉机一台 汉把线长五十米 汽戈一套 汽戈线长五十米 活动扳手两把 吊车一台 吊车吨位需根据粉罐高度确定 安全带 安全帽等安全防护用品 粉罐开孔作业 粉罐顶部按除尘器底座切割开孔 根据客户要求或现场情况 确定封击出封口方向后 再确定需粉罐上端的开口位置 避免因封击出口方向错误 导致除尘器整体安装位置的偏差 影响周边设备安装使用 或浪费控制电路 记录材料 在进行开孔作业时 应注意所选除尘器型号 来确定开孔大小 开孔尺寸 以底部最下部外围尺寸为准 除尘器整体焊接 将除尘器吊装粉罐顶部 调整至水平位置 和预先锁开孔位进行对接 位置调整合适后进行焊接作业 在进行焊接作业时 应特别注意焊接时产生的飞溅物 损伤除尘内部布袋 否则将影响除尘布袋的寿命和除尘效果 焊接必须保证饱满美观 且无气孔漏汗等焊接缺焊 避免在使用时出现漏灰冒灰现象 影响除尘效果 安装油水分离器及气路 安装时请注意油水分离器的进气方向 油水分离器的顶部有箭头标示 在安装油水分离器时应保证无滴漏 油水分离器属易损精密仪器 在安装时应避免磕碰损伤 野蛮操作等以免影响使用寿命 在安装气路时 用直径12的PU管连接普通气园即可 安装电控箱 根据现场情况来确定电控箱的位置 主要以操作方便为宜 电控箱接线端子1L1、1L2、1L3、NO 依次接三项火线及零线 脉冲控制仪电源线 Q1、NO电源线接脉冲控制仪 打开脉冲控制仪盖子 可以看到接线端子有电源标志 接于此处 试机检验风机 除尘器整体安装完毕后 在正式工作前 应先点动风机启动按钮 确认出风方向无误 且风机能正常启动工作后 在正常启动风机使其工作 同时 避免因安装过程中的疏忽 对除尘器本身造成伤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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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